委员在讨论的时候林静怡委员提到我们党政党协商的时候 我们政党协商其实在第一轮协商 其实在座的李燕秀委员讲完员都在场 我们政党协商已经说明说我们国民党有我们国民党的版本 而且我到瑞士的时候 民进党的蔡世英蔡委员他也提到说民进党 而且是在新闻中心就提到说他们也有中英文的抗议性 所以不是只有国民党有抗议性 但是我们都是比照惯例 是请外交部请我们提出来的 谢谢 林静怡委员请回去 请回座 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个登记的发言条 第一个登记的是陈一鸣 接下来李燕秀 接下来钟孔赵 接下来陈曼丽 接下来林淑芬 接下来林昌佐 接下来江启臣 好请回座 当然是这个顺序啊 请回座 干嘛这样干扰意识进行啊 新委员一点规矩都不懂 你发现完了吗 发现完了 好来接下来李燕秀委员发言 主席请维持一下委员会的秩序 请维持一下委员会的秩序 本席要遵守秩序 因为自己都不遵守秩序 你自己都不遵守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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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席刚刚已经宣告过 列席 刚刚这个顺序我已经念过一遍了 就按照这个顺序发言好吗 我哪里有不遵守秩序序 我哪里有不遵守秩序序 这个是事关到未来文会大家开议的议程 可以 可以 可以开会 好 所以吴委员你希望现在终止发言 我们开始进入会议程序是不是 如果就提出来我们就处理 如果你提出来本席也可以处理 我们现在终止讨论我们开始 第一轮都讲完的话 蔡委员现在才来 那请问她也第一次发言 那请问她 立法院有100多位委员 如果第一轮后面也先 后面11点再来 她也要优先发言吗 是吗 就照顺序赶快讲 刚才在现场 无论是第一轮第二轮的委员 刚才就是这么多人吗 以委员会的为主 一委员会在现场 以主席决定 第二轮开始登记的时间为主 当时在委员会现场 就是这么多人 第一轮发言完 当主席决定第二轮发言的时间点的时候 大家可以登记 不是只有李燕秀跟陈一鸣委员可以登记 在现场 所有的委员都可以登记 我相信无论是程序问题 会议行问 权益问题 这未来都是每个委员会 包括立法院委员会 有没有这样的权益 我相信议事规则 都写得很清楚 请大家尊重我的发言 这是算在我的时间里面 权益问题代表 当权底或个人权益时 都已提出 会影响到整个会议的进行 这是我希望国安会很明确的 说今天到底来不来 大家还才好去抓 自己委员咨询的时间 另外我要特别拜托 在现场所有的委员 身为各地区 代表一个国家的立法委员监督 如果都要用无耻这两个字 请尊重自己咨询的风格 我这辈子长这么大 还没有被人家骂过无耻两个字 李燕夏达里无耻了 先看看林静怡委员 自己霸占主席台 自己咨询的时候 最后咨询一个多钟头 对不起林淑芬 林淑芬委员 咨询一个多钟头 自己是主席 最后咨询一个多钟头 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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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委员会 每一个人的咨询时间 自己最后自己咨询的时间 占了一个多钟头 不要影响到其他人的权益 请尊重我的咨询 请尊重我的咨询 委员会里面到底 可不可以骂人家 无耻两个字 请主席 请主席等一下稍微处理一下 这件事情 另外争度于段一康委员过去 国安会到底要不要背询这件事情 民进党的立委过去也提很多次 国安会底下还有国安局 今天这个议程 其实我认为 国安会有必要去出来做说明 因为这已经不是秘密会议 这也不是牵涉到国家机密事件 这已经是发生过的事情 我认为依照国安会的组织法第八条规定 国安会还是照理说要列席登记才对 列席背询才对 好谢谢李燕秀委员 我想我们在委员会讨论事情 都不应该涉及人身的攻击 也希望各委员大家要自重 不要用这种涉及人身攻击的攻击委员彼此 当然也不要去攻击我们的这一些机关首长 我们这样的一个分寸应该要拿捏好 就是这种人身攻击的我们都不接受 也希望大家自重 接下来我们请中口赵委员 主席 今天很热闹 未完以来三个多月以来今天最多新闻 大家为了国安会到底要不要来 其实刚刚主席讲到第八条 李秀燕李委员也特别提到第八条 其实第八条来解释都非常的清楚 其实那个就是指一般的解释所谓的预算案 国家国安两案外交是属于总统的权责 今天我们没有审到国安的预算 所以他不至于来这边来做一个报告 所以大家一直在提的 我现在一直在想说 当时大家如果不提九二公司 民间党就会被酸 如果坚持台湾也会被酸 如果说台湾跟日本关系友好 也要被酸 常做 你没有贴过台湾贴纸 爱也被酸 那到底 曾如 还苏文走了吗 苏文刚刚提到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 参加一个WHA 居然变成是一个国内的内战 不然这个都不是国家之府 我们今天就针对国际的现状也好 或者说当时国民党一直提到 一中的框架来九二公司 一中个表才是中国 或者才是我们的唯一台湾活路 那么维持的现状 WHA 它有让我们的国家主权上市吗 国家的一个正常化 大家都希望台湾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如果现在推动台湾正民走入国际 我想想请问中国国民党 愿意跟民进党 愿意跟时代力量跟其他的在义党 一起站在一起 让国家正常化吗 如果是愿意 大家一起来努力 维持现状 WHA 卫福部有上全辱国了吗 没有啊 只不过他没有提到台湾两个字 当然很多人也有所不满 但是最主要为了国人的一个健康 台湾不能缺席 不只是过去 现在 未来 台湾都不应该在国际领域里面被複释掉 台湾继续向前走 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 我在这边称职的建议主席 我们是不是让议程继续进行 以上 好 所以中文是不是赞成停止讨论 我们开始进行今天的议程 那在座委員有没有意义 他提出这个建议 我们要听完其他委员的发言 好 那中文我有处理 你们的委员不赞成 好来 那个接下来 陈曼丽委员 主席还有各位 我是从民间来的 其实我知道台湾的这个 在国际上面的这个困境 是非常艰辛的 包括我们如果是说去参加一些的联合国会议 我们都进不去 所以呢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是在参加一个比较周边的一些的会议 那所以我们能够去参加就是WHA 我相信这个也是一次非常受人 就是觉得应该要非常珍贵把持的一个会议 那我相信我们国家的这个外交的困境 国民党比谁都知道 因为毕竟国民党在台湾执政了这么久 非常知道台湾的这个外交的困境是什么 那我们也看到了 其实这一次我们在国际上面的表现呢 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对于一些国际上面的这个 可能会碰到的一些的困难 做了很多的沙盘推演 那我们也非常支持台湾在国际的社会 能够大声的喊出台湾的名字 那在这一次里面呢 我其实我也很希望 就台湾的表现能够在这个WHA上面 能够让国际社会知道 台湾虽然没有加入联合国 但是我们在国际上面的表现 依然不落人厚 所以我想是说我们国家是一体的 如果国家是一体的 我们在对外的时候 当然是希望不要让别人看笑话 那我想说今天我们回到了国内 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 林部长他在国外 他在领军参加WHA的时候 他碰到的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他的心境 或者他在这个现场的处置上面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作为 我相信我们让林部长上台来发言 可以让我们大家能够好好的 再来讨论一下 下一步台湾应该要往哪里走 或者台湾的策略 从这一次的经验里面 再延伸到下一次的一个 等于是大家能够找出更好的方法来处理 那我还是希望就是说 我们主席也是希望 能够按照这个程序 其实像我登记发言 我现在是第一次上台 那我就会觉得是说 我们第一轮 第一次登记的都还没有讲完 为什么第二次登记的就跑上来了 那就让我们在那边苦口蛋 我们在那边 我们也是九点钟就来了 但是我们就发现说 这样子的一个议事规则 让我觉得自己也觉得非常的困惑 那我希望就是说 我们在当立法委员的人 我们也很希望 我们大家都能够知道 要按照这个程序 虽然有人是慢到 比如说我们未还委员会的委员 就是先发言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 其他的登记委员会的委员才发言 虽然有些委员 他们也是八点钟就来 所以我想说 这个还是有个游戏规则 所以我也很希望 这个游戏规则 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以上 谢谢 好 我想这个 我们未还很多新的委员 对于议事规则不见得很清楚 本期再一次告诉大家 程序的发言 没有谁规定说 第一轮的要优先发言 从来没有 而且刚刚都是开放 让大家来登记的 所有登记的名单都在这边 接下来我们就是林淑芬委员 他也是二轮的发言 他也登记了 但是他现在不在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林昌佐委员 林昌佐委员是会议询问 我想刚刚在前面那个程序发言的时候 其实我是准备在最后正式的这个 咨询的时候来问部长 不过因为在程序发言的第一个 刚刚陈一鸣委员就已经有提到我 所以我想我一定要来这边回应一下 首先我想先讲整个这一次讨论的 参加这个WHA的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我们对很多人都有不一样的意见 对不一样的立法委员的这个发言 也有不一样的意见 但是从头到尾 我们都保持一个希望 国会在外面有一贯的立场 尤其对WHA有一个一贯的立场 即便国民党不支持时代力量的这个 在国会共同发表的这个声明 我们还是希望在外面不要互相批评 回来我们也没有互相批评 如果陈一鸣委员有去看 检视我过去这几天的这个发言 我提到的都是几党的委员 虽然可能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为了国家在外面努力 国民党的委员 陈一鸣委员在市区参访的时候 敬了他很多的努力 去表达国家的一个立场 在同样的那一天 我在苏黎市接受外媒的访问 我也在敬我的一份的努力 我不希望 最後是给人家看笑话 好像国会之间虽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立场 但是 就要互相一直批评 尤其在国际的场合里面 但是既然你已经批评了 我就必须要回答 第一个我的助理 他的确本来是一个记者 但是他在那边的过程里面 他没有接受 他没有 发稿回来给他的报社 他在那边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相信陈一鸣委员也有看到 他做我的翻译 他帮我带我的东西 他帮我联络 他帮我側拍 帮我做文书工作 甚至于他帮大家側拍的照片 也有给陈一鸣委员 陈一鸣委员也贴到你的脸书上面了 如果你觉得他就是一个不该在的人 你应该就请他 你也不要拿他的照片 也不要把他放到脸书上面 第二个 为什么国内的媒体跟国际的媒体 访问我的时候 我有办法带着你呢 那一天不是一个记者会 那一天是媒体邀访我 最后变成所有的委员 都可以一起去媒体访问 这个过程我没有任何问题啊 但是 什么叫做媒体为什么只通知我 媒体要访问我 我就要通知你吗 今天我要带你一起去苏黎世吗 最后我只讲一个部分 你在那边发言的时候 你说你没有讲九二共识吗 九二共识是不是现在这个政府的立场 你是不是 在队友邦的时候你讲九二共识 你是不是希望透过外交管道 给陈逢富珍 去发表你们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你自己说你对陈逢富珍 有你们的私交 你在私底下跟他喝个小酒吃个饭 去告诉他你的九二共识 我没有任何意见 你说你希望透过正式管道 发表你们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这个我就非常的有意见 好登记 接下来是江启臣委员 江启臣委员不在 我们所有登记程序发言的委员 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本席刚刚已经再次确认过 今天国安会不会派员出席未还委员会 接受委员的咨询 对国安会这样子藐视本委员会的情况 本席要在这边表达严厉的谴责 国安会不敢接受监督 不敢把WHA整个的状况说清楚 讲明白 谴责 主席现在在讲主席的意见 今天的会议 本席邀请的 本席邀请的 然后现在已经有委员提出谴责案 就是要谴责国安会的谴责案 所以待会本席会来处理 有关于谴责案 那我现在征询在座各位委员的意见 我们谴责案要不要优先处理 不要 那因为现在同时有两个案子 要不要都要处理 继续开会 继续开会是不是 都不处理 好 好 好 这个试一下 所以我想今天国安会是彻彻底底 藐视本委员会 本席在这边予谴责 来 你要提权益问题喔 好啊你上来 谢谢主席喔 刚刚主席 针对国安会的谴责不代表我们未还委员会的权利意见 这是主席个人的意见 我在这边郑重说明 好 所以主席还是要表示喔 因为今天我作为未还委员会的招委 发出去的邀请 大家都看到了 各部会都在 就是只有国安会 一个人员 都没有出席 未还委员会 我不晓得其他未还委员会怎么想喔 监督是我们委员的权责 本来就是要求我们的政府官员 应该要到现场来 现在也已经有委员提出这样的一个谴责案 所以现在呢 因为总共有两案 我们现在就开始处理这两案 请 你们不处理啊 那你们案子提案要策案吗 那策案 要策案吗 你们提案出来 哪有只处理你们要的案子 当然两个案一起处理啊 议事员现在宣读这两个案子 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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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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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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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案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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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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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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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